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相當高興,露營場地,燒烤場地重開,十多年前的樂趣 小弟當然是第一時間買了即食BBQ去燒烤,一吃不完又如何? 拿回來家裡吃吧 適逢世界杯之際,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簡便的洋蔥汁 材料很簡單,只有半個洋蔥,為何只有半個呢? 因為只剩下半個,不夠就把蔥拿出來,精銳進出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的黑麻豬扒的醃法 還有黑草雞扒的醃法 都可以參考一下做法 這些洋蔥都是很容易做的 買回來都是跟醃雞扒的方法一模一樣 做這些急凍食材,都是解凍的程序很重要的 用淡水浸去,然後晾乾水 用蒜蓉黑椒醃進去就可以了 由於事關的關係,這邊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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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爽了,我們把热熬一點 鐵鍋熱後才調節細火, Mitiger油 加了チュウ'rの部分 New twelve 第二个出场就是有鸡扒,我们把有皮的部分都放进去 同样地有羊扒,有骨的部分都放进去 如果大家有西式锅的话,用西式锅,如果用中式锅的话就难掌握一点 不过今次做这个汁,我们需要多油的,加多一点油也不要紧 今次这三块扒每边煎两分钟就可以了 猪扒正在煎之際,我们就脱皮,把葱洗一洗 做这个洋葱汁,可以说是一个咸的洋葱容 主要的气门都是,我们要切得小粒 切薄一点,首先切开一片片 接着也是要切薄的,切到最小粒 切到这边就慢慢来,接着这边就切融 就差不多了 由于大小不均匀,我们这边也要做多一点功夫 原因小弟西柏刀也不太来 所以切到后来就不太同步 但是我们做这些汁和酱的配料 我们一定要大小均匀 那我们就尽量整理一下 好了,差不多了 由这些洋葱粒有些阻滞,阻缘了少少时间 真是不好意思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三宝先 再加两宝就变杂扒了 变杂扒油,茄 klub 肚子炒,火腿啊 Add蛋 现在我们可以先翻 pes 看看豬扒多漂亮 다들也是 pli 所以我们把它更加用色心 GRAD 晚上就去烹调 在网络拍摄,永远看不到洞的东西 趁没人看到,夹了就行了 这些人不能出街 夹了 有时夹了,不让人看到 这不是一种厨艺 鲜洞的东西也是一种经验 今天煎焦了 下次就调小火 三个之中,羊扒最快 可以拿起它 猪扒最难熟的是骨 这边又轻轻做一做 猪扒差不多熟 但鸡扒会比较厚 有什么方法呢? 不要紧的 在这些位置,我们再剪一剪 在未熟的位置 翻转它 便容易熟一点 同样,第二块猪扒,按下去 全部硬身 骨这些位置,都收了水 现在一块猪扒都可以了 可以拿起来 煎开后 经过上次煎焦的经验 蛇咬也不要太大火 慢慢煎 再加大火 再辣香 之前有位 英国网友 曾经问 他在那边做小食 他就问 卫星星师傅 如果用扒炉煎 骨的位置都煎不熟 是的,的确是会 那我们如何处理 如果我们日常做法 用扒炉煎 煎到9分 骨这些位置,如果有炸炉的 就把它炸到那边炸一炸 或者我们有时 很多时都要备货 煎这些猪扒 煎到8分左右 再有预备,就炸到那2分 炸到骨又熟 这样,猪扒就刚好 那块鸡扒 加工了2分钟 按下去 硬身 就拿起来 现在剩下的油很重要 2分钟 把洋葱碎放进去 不要太大火 慢慢火爆香 下来之后 我们慢慢推开 利用它 煎完扒 油 还有一些味道 把洋葱爆香 还要爆得透 所以我们不要急 慢慢爆 洋葱汁爆炸 现在就把洋葱 葱花 这个汁 如果没有葱 放些三色椒 都很好看 切好 这边 洋葱汁有点焦香 调味道很简单 我们下来 三分之一至半茶匙 盐 洋葱要够咸才好吃 怎样够咸呢 类似我们 蘸姜蓉 那些 咸度 一入入口 好咸 再淡一点 差不多 到现在这个阶段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 把青葱 放进去 就可以了 点灼一下 还有香味 接着 把洋葱汁 拌起来 这个洋葱汁有很多用途 拌起来 我建议大家 搁一搁油 葱油不要倒进去 拌一些白意粉 也很好吃 如果拌一些茄汁意粉 也可以 拌一下油 把扒上高 放一点 如果它够咸 你不用加太多 这个很好吃 现在肚子已经在打鼓 茄汁炒意粉 可以参考一下 我之前的拿破仑意粉的做法 那块 那块的鸡扒 煎焦了 当然大家看不到 有剪接的 喜欢吃羊扒 喜欢吃猪扒 喜欢吃杂扒 不好意思 又没有火腿又没有鸡蛋 就这样吃 麻烦你也是加入我频道会员 继续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下条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 我就一路吃一路看波 多谢收看